我知道你们等这一天已经很久了 我也是 Apple TV没有音频直通 一直是它最让人诟病的地方了 Apple TV支持Dolby Digital Plus 5.1格式的杜比全景声 现在终于有相关的一个消息了 在MacOS Koya最新的Bit版本中 苹果类似的几个App应用程序 HDMI设置中都新增了HDMI Pass-through选择 也就是音频直通 可以让Mac将原始的杜比全景声音频信号 发送给连接的音频播放设备 比如AV公放和回音币 既然MacOS Koya现在有直通了 好,我们就来测试一下现在是否可用 好的,现在我是已经把我的Mac mini iMac Pro 直接先连接到了索尼电视上 然后再通过EARC回传给三星的回音币 来看一看这种情况下 它的直通表现到底能不能直通 现在我打开的就是它能够直通的内置应用 Apple Music 这个里面HDMI Pass-through把它启用了 好 确定一下 然后Apple Music我特意选了一个是杜比全景声的版本的一首歌 好,点击播放 可以看到这个文件确实是杜比全景声的 看到没 好 来看看那个三星回音币上的表现 它其实并没有激活杜比全景声 并没有激活杜比全景声 还是一个多声道PCM的 好,现在我已经打开了我的Apple TV Plus 也是找到了播放里面的HDMI Pass-through 这个把它打开 好,选择确定 好,我们选随便选一个吧 好,这个是目前很火的一个片子 无罪的罪人 OK 好 看见没有 Apple TV Plus是支持的 已经寄回了我回音币上的杜比全景声的标识 苹果内建的Apple支持 就是音频直通的还有一个App 就是QuickTime这个本地播放器 由于它的解码的问题 它支持的文件格式很少 所以说我们今天只测试它的音频 我现在播放一个本地的MP4试一下 在这个显示里面 有一个音频 这里有一个首选直通 我们把它勾上 看一看 会发现声音马上就有不一样的感觉 我们来看一看 确确实实 这里 这个地方 确确实实 这个地方已经激活了杜比全景声 OK 现在就是三个音有有两个已经被证实可以了 一个就是 Apple TV Plus 另外一个就是它QuickTime Player就是播放本地的 好 接下来我将用Mac mini直通三星的回音币 看看效果怎么样 还是一样的 Apple Music无法激活杜比全景声 刚才我们测试过是通过直连电视回传给回音币 现在是直连回音币 也不行 好 再来看看播放本地文件 OK 还是一样的 已经激活了杜比全景声标识 这个地方看的不是太明显 Mac mini直接连接回音币 打开Apple TV Plus 成功一样的 成功的可以激活杜比全景声的标识 声音确实和之前都是不一样的 我知道你们想看什么 Infuse是不是 来了 好 试一下 肯定是不支持的 因为 它目前只支持类似的几个苹果应用 显然 确确实是不支持的 这Mac mini一轮测试下来 除了Apple Music目前可能出现bug以外 Apple TV Plus和QuickTime Player播放本地文件时 都可以开启杜比全景声 看来是时候该给你的Mac mini 搭配一套好点的杜比全景声音响系统了 另外 目前还不太清楚这个HDMI pass-through 是否会包含在TV OS 18中 至少在目前的TV OS 18的Beta 2版本中 是没有发现哪里可以开启直通模式的 但鉴于苹果已将其作为Mac OS Core 的系统内置功能 我们很可能在未来的更新中 看到它出现在Apple TV上 Mac OS Core和TV OS 18 目前都处于开发人员的一个测试阶段 预计在本月晚些时候会有公测的发布 正式版随后会在新款iPhone发布会以后的秋季发布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 后续有任何进一步的消息 小朋友也会在第一时间告诉各位 那么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